防疫團隊全副武裝在公園 進行噴藥防治作業 樹上 樹下 任何一個角落都不放過 日前暴雨狂襲高雄 趁著雨勢稍緩 防疫團隊持續噴藥 防疫腳步從沒停過 今年過完年之後 從二月份開始 我就擔心兩件事情 結果真的都發生了 第一 今年冬天是全70年來 最熱的冬天 我擔心燈革熱 所以我們三月份開始準備防治燈革熱 擔心燈革熱疫情擴大 韓國瑜從三月開始就進行防疫作業 這算好大雨來襲 造成高雄部分地區淹水 防疫團隊針對列管點 進行預防性噴藥 截至7月21日 高雄市本土燈革熱確診病例 只增加了1例 那昨天也出現了第二型的個案 那這個部分呢 都一樣是由埃及辦文 或百姓辦文傳播的 因此在目前的一個防治工作上面 我們會更加的謹慎 在防治的步調上面 我們會更加的緊湊 根據統計 整個高雄市燈革熱確診病例 境外移入有36例 本土燈革熱有44例 其中本土燈革熱 在三明區有36例 前鎮區3例 鳳山 古山 陸竹區分別都是1例 左營區蔡公里有2例 高雄於是區緩 韓國瑜帶領市府防疫團隊 把握時機 持續噴藥 也會在一週內全面積查積水點 就是希望遏止疫情 讓燈革熱不要再擴大 記者高雄 綜合報導